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笑噴 中共造假被逮個正著 老百姓現場指導 你這麼整不對勁 綜合報導 隱形政變砸碎席強軍夢 火箭軍貪腐食物鏈驚人曝光 中共存亡捏在美這隻手裡 中共情報部門無所不用其極 賊心不死 中共海外警察改用這方式繼續運作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8月8號星期二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笑噴 中共造假被逮個正著 老百姓現場指導 你這麼整不對勁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8月6號 中共新華社再發長篇宣傳文章 聲稱 《哪裡有危難 哪裡就有人民子弟兵》 而網絡流傳的一則視頻顯示 中共新華社的標題應該改為 《哪裡有危難 哪裡就會出現中共百拍》 文章使用了中共一貫的宣傳手法 使用抗洪 衝鋒 奮戰 迎戰洪風等詞彙 吹噓中共如何戰天鬥地 人定勝天 中共各大喉舌紛紛轉發這篇文章 對中國大陸民眾進行洗腦 然而時代不同了 網絡上流傳的一則視頻 不僅讓人們看到了鏡頭背後的臥瘋一幕 更讓人們對中共的造假宣傳有了一個更加直觀的了解 在網絡流傳的一則視頻中 拍攝者在視頻中氣憤地說 看著導演 看 然而 這位拍攝者還嘲諷中共記者 你這麼整不對勁 你應該躺在沙堆底下 另外一位大哥跟著調侃說 躺沙堆底下吧呗 對 拍攝者接著介紹說 這就是臀子 看沒看著 然後他嘗嘆一聲 哎 啥都能造假啊 回家邀功去了 三等功 這導演導得不怎麼太好 視頻中 中共組織的擺拍場面 加上這位拍攝者幽默地畫外音 形成了極大的諷刺效果 在中國大陸 無數民眾都親眼目睹過中共在當地的造假 而這個視頻之所以在網絡瘋傳 是因為能夠引發人們的共鳴 網友們紛紛罵中共 以騙立國 這真缺德 該救人時過來 過後來擺拍 糊弄鬼呢 不會造假 不能當共產黨的官 還有人把中共的口號略加修改 改為 叫之則來 來之急拍 拍之必勝 應該說 根源並不在普通的士兵身上 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共這個體制 就像是一位網友說的 共產黨核心技術 說謊作假 隱形政變 砸碎席強軍夢 火箭軍貪腐食物鏈 驚人曝光 習近平在2015年12月31日設立了火箭軍 對之寄予厚望 上週 火箭軍的兩名高級將領被撤換 表明這支敏感部隊中 有人涉嫌受賄或其他不當行為 8日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 在上報撰文表示 對習近平而言 火箭軍是他追求強軍之夢與中共霸權的戰略支柱 如今 中央軍委主席與這支王牌軍之間的服從信任關係已經斷裂 文章認為 火箭軍就是一個軍備巡租體 通過採購 維修 供應等等環節 形成了中共軍隊的貪腐產業鏈 除了涉及第三方洩密的重大犯罪之外 如果合併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正在展開的裝備採購招標評審專家 違規違紀清查整肅治理活動來看 連身為外部人身份的評審專家都在調查之列 這就意味 軍府問題已上升至內外勾連的狀態 形成一種任務分工 集體分贓的貪腐食物鏈 火箭軍事件雖然稱不上是軍事政變 但卻具備潛在的政變形式 如果未能遵照習近平練兵備戰的要求 乃至出賣情報 沉溺貪腐 那就是一種消極抵制下的無聲反叛 另一方面 在政治忠誠不足和紀律換散之下 乃至是領導顏面掃地 微信禁失 也可視為一種隱性抗命之下的另類政變 這種無聲反叛包含兩個層面 1 厭戰與必戰心理 習近平天天掛在嘴邊的能打仗 打勝仗等等 對軍隊未必有號召力 換言之 即使習近平想打仗 軍隊也未必想打仗 2 政治忠誠與軍事專業的失衡 往後斌徐希盛兩人的任命 暴露了習近平把政治忠誠的重要性置於軍事專業之上 習近平加大了對軍隊意識形態的控制 不惜進行徹底的整肃與清洗 換言之 在可能出現中國的瓦格納之下 習近平已經對火箭軍失去了信任 中共存亡捏在美這隻手裡 中共情報部門無所不用其極 人們經常會以為 同時間諜 中美沒有什麼不同 這種看法具有誤導性 實際上 中共情報部門的運作方式 與西方的情報部門有著根本不同 哈佛肯尼迪學院歷史學家考爾德·沃爾頓 今年3月份在外交政策上撰文說 中共的情報部門不受獨立政治機構或公眾的追究 也不受法律制約 相反 中共政府利用全社會方式收集情報 中共情報部門還利用無所不在的技術監視 面部識別 手機應用程序和閉錄電視 因此 中共與西方之間的秘密情報戰 存在根本性的不對稱 中共情報部門之所以無所不用其極 原因與前蘇聯一樣 中共當局始終認為 美國是中共的生存威脅 是共產意識形態的最大敵人 2016年 從中央情報局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助理副局長職位上退休的 丹尼斯·怀爾德表示 中共的間諜活動方式 是由其領導人長期以來 將美國視為生存威脅這一事實所決定的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員兼所長沈明氏 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共產黨把美國當作主要的敵人 中共不是中國 那要解決中國的問題 當然關鍵就是在中國共產黨 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問題能夠解決 印太區或整個全球 很多問題也能夠同時解決 如果中國共產黨不瓦解 或者中國不能變得民主化的話 其實對整個區域跟全球的威脅仍然存在 賊心不死 中共海外警察該用這方式繼續運作 中共當局在海外設立秘密警察局超過百餘個 引起國際反彈後 現在又改為更加隱蔽方式繼續運作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澳洲廣播公司稱 他們獲得的一份中共政府內部文件顯示 該秘密警局與中國東部城市南通的海安警方合作 使用基於雲技術的系統 沒有固定的辦公地址 該系統結合了中國科技巨頭騰訊的雲會議平台 和微信應用程序 為在澳大利亞的中國公民 提供了一個與中國本地警察聯繫的渠道 也被稱為雲上警橋 據中國官媒《新華日報》報導 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代表已被聘為海外聯絡官 幫助使用這一在線系統 報導還指出 海安聯絡點受到該市的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管理 後者隸屬於中國共產黨統戰部 一些觀察人士擔憂 這些海外警察聯絡點 可能是中國在澳大利亞展開監視活動的一部分 因為它所提供的服務 很容易可以通過領事館或大使館來實現 這是繼ABC去年披露中國在悉尼設立海外警察聯絡點之後 在澳大利亞發現的第二個中國警方聯絡點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沒有做得更好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轉發和留言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的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